睡眠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事情之一 但因为生活步调变快 经济 科业 压力 让许多人喘不过气 越来越多人有失眠的困扰 这都是后天因素影响 改变生活品质就能改善这个问题 但你一定没有听过 世界上有一些人因为罕见的遗传性疾病 只要一发病就无法睡觉 这个病就叫做自食请家住失眠症 请挑带你来看这名男子用摄影方式 录下发病的完整记录 以及其他的备案故事 喜欢听真实案件以故事类型呈现 可以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任何新影片哦 世界上有极少家族非常不幸的 有着这个罕见的自食性失眠症 至于传染性海绵状脑病变有点类似 会影响人类的睡眠 通常有这个疾病的人 大部分都不会发觉直到发病 大约发生在35岁到60岁之间 一开始会经历轻微失眠 然后快速恶化 直到完全没有办法睡觉 发病后病程大约是9个月到1年 当中会慢慢经历思考障碍 以及身体退化 然后过世 安眠药或是镇定剂 只会加速这个病程 对于爱睡觉的人一定无法想象 长时间没有办法睡觉有多可怕 2016年一名患有这个疾病的男子 就拿起相机记录发病后 自己精神的退化衰落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所以我希望试图解释 什么意思 所谓的神 录刻写者2013年就开始在YouTube上传影片 一开始都是关于他的画画作品 还有他帮客人吃情的影片 他的儿子跟工作主要占了他生活的大部分 2016年1月 他的影片突然完全变得不同风格 他上传的这部影片标题写着 他到医院寻求协助治疗 他在影片中说他已经四个月没有睡觉了 然后他继续解释整个过程 在2015年他搬家到美国废城找到一份工作 那段时间他泌尿道感染 但因为没有医疗保险 他担心会影响到工作 跟老板讨论过后 老板就给他抗生素 但他吃了几天后却感觉身体出现非常不舒服的副作用 但他还是吃了两个礼拜的抗生素 副作用变得更严重 在最后两个礼拜他已经睡不着了 他的身体很想睡 但是怎么样都睡不着 直到受不了就去看医生了 医生开了针定剂 让他可以晚上睡最多两个小时 但却不断地做噩梦 他描述每一次睡眠都是极度痛苦的经验 他表示宁愿牺牲两条腿换来三小时的睡眠 自己也知道活不了多久了 他愿意让医生研究他的症状 但奇怪的是他的症状并不是家族失眠症 因为他的家人都没有这个疾病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症状都跟这个罕见疾病一样 而发病的主因疑似是他吃了抗生素 他上传的影片中他会拍下 失眠对他身体造成的变化 一开始是脊椎的烧热感无法正常走入 镇定剂也开始没有用了 他还拍自己不自主的颤抖 细胞恶化死亡让他的皮肤坏死 最明显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思考已经退化了 影片中他讲话完全不合理也听不懂 Conspiracy theory has never been a theory it's a practice so the word that created by the system or the sentence then become conspiracy theory is itself 影片后面他还将自己试着睡觉时会发生的事情拍下来 他描述每次他要睡着的时候 这个看起来不怎么样的抖动 是他感觉脊椎发射出来的极大力量 症状最后严重到他已经无法下床 那个他吃的抗生素就叫赛菩萨星 在11月初可以明显看到他已经渐渐无望了 他再也无法下床疼痛加剧 随着时间过去他开始上传一些比较正常的影片 讲一些艺术相关话题 或是说明自己有多想睡着 最后他上传了一部给他金蛇科医生的影片 在看过许多医生都没有办法解决后 他找到一名在北京专门研究脑干细胞的医生 他们也有治疗过类似病人的经验 所以有信心可以治疗他 但这个治疗并不便宜 Record就开了募资活动 但还是不够他的机票以及治疗费 频道上最后两个影片是让人最心碎的 明显可以看出他已经完全绝望 大部分都是他自言自语 症候他也再也没有上传影片了 虽然有人质疑这个人的真实心 但这个疾病是真的存在的 也有网友确认他最后真的在清醒中国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